我們看這一題 他們說abc三角形的面積是5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ab 這個-這個 s2-se y2-y1 還有跟著什麼?ac 這個三角形面積是A 這是b ab 這是ac 這等於這兩個 向量加乘四邊形面積的一半 那ac是怎樣? 減多少呢? s3-se y3-y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面積 三角形 abc的面積 四角形是等於 二分之一 然後ab 跟ac 曲面積 曲面積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這個 這個代表行列四 ab 跟ac 曲面積 這是有項鍵機 它可能是負的 可能是正的 這是等於s2-se y2-ye s3-se ry3-ye y2-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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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3-ye 這三間行列四 是怎麼定義 一乘以這個小的行列四 減掉 正不正 減掉 再減一 減掉 這不看 這不看 這個小行列四 再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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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看 這個不看 這個小行列四 我們看 第二個小行列四 等於你 因為第二個小行列四 都碰到你了 第三個小行列四 會碰到你了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1 乘以這個小行列四 這個小行列四就是他 這三間行列四 跟二間行列四 都有同樣的性質 我是不是偷偷的性質呢 就是說 我就把這個 把這一行 把它乘以X1 加進來 我要乘以X1 加進來的話 行內數的數值不變 這相當於是體積的意思 就是這個向量 跟這個向量跟這個向量 取體積 這個向量的長度 剛好 也不能講是1 跟他互相垂直方向的長度是1 所以他得出來的體積 就是等這個面積 乘以高度是1 所以就相當遠的他的面積 我把它乘以1 加進來 把它乘以SE加進來 把它乘以Y1加進來 乘以Y1 Y1加進來 就要得到這個行內數 E1 再SE加加SE 再S8 S3 乘以Y1加進來 Y1 Y3 這樣子 那三個行內 等一下用在這裡面 我們先把它記住 記住就是 AC AB 先把它記在這裡 AB 跟AC E1 E1 SE S2 S3 Y1 Y2 跟Y3 這先把它記住 再來我們要算什麼 PQ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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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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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